欢迎来到汉字密码 我是以西棉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网站 如果你来到我们的网站 输入汉字密码.com 汉字密码是拼音 那么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首页 根据你的浏览器的设置 它可能会自动显示为简体 像这样的 或者是繁体 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现在看到的是简体的这个页面 那我们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网站是在中国新年的前几天开始建立的 那还保留的当时送红包 就是我们把开始所写的内容 因为就是在word里头做的 那就直接做成电子书 那么作为红包在中国的新年发放 所以还保留的这样一个痕迹 那后来我们就陆续把它切分一下 那变成文字 那放到网上 那也就是现在就大家所看见的 进期文章的这部分 好 那这是这首页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反简的切换 那任何的一页 或者是一个贴子 它都可以进行反简的切换 那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它 我们选繁体中文 所以你看同样的就是这一首页 那就变了 这个就是网址变了 它是在域名的后边 一个斜杠 一个TW 那这就是繁体 实际上也就是台湾的正体 那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你看 就全部变成相应的繁体了 这样一个 就是任何一页 再说任何一页 或者一个网贴 都可以做这样的切换 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 我们就看第三部分 就是最新网贴 实际上你如果是已经 来过我们多次了 你再来就直接 就到这个最新网贴 就是在这个网址 也就是 Newest Post 这个页看最新的内容就可以了 所有的最新内容都放到这里 那么以一种 简略的方式 它只是展示一部分 然后它就有一个阅读全文 那就是点击它 那么就是整个这篇文章都可以看到了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一个网页呢 着重就是把每次发的 按照最新的放在最前面 那么把它列出来 这个列呢 不是列表 那这个就是还显示一部分内容 需要你点击阅读全文 那么来看 某一天的 或某一个贴子 全贴 那这样的情况 包括我们刚开始的 这个还在这里 所以那列表呢 就是在最下边 拉到最下边 近期文章 那这个就是现在的设定是 10个显示最新的10个 按照新的在前面 那老的在后面 这样一个排列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 就是有一个叫下载电子书 那这部分呢 实际上也是开始我们 是放到首页的 那么后来把它另外放了一页 主要是考虑到 有些的读者呢 他不愿意一天看一点 他愿意一下子 就把它下载到自己的电脑上 或者手机上 然后他有时间 就多看 没有时间少看 就是总之他这样的话 他担心这个网络 这个down了 或者是连不上网了 像有些人是可能 可能是这个 翻墙过来的 那可能一次就下载 比较好一点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使用这一页 来 来这个下载 那么 那反简体实际上只是展示的 这个不同 现在的电子书只有呢 简体 那么繁体的还没有时间制作成 那 制作好了呢 会把 反简体的都放上 那你愿意下载哪个都可以 所以现在只有简体 但是呢 就是说明了 当然是有反简体的不同 那这样的情况 就是 这个 这页啊 就是要你 我们结合的这个网站 更新 那么和 这个电子书的下载 那 你只要输入你的姓名 和邮箱就可以了 那当然 有些人可能甚至连姓名都 不想给 那就你就输入邮箱也可以 但是为了以后我们继续 连接的方便啊 你告诉我们姓名更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 你很早就关注我们 那么也下载了我们的电子书啊 所以进一步联络比较方便 啊 在这样一个情况啊 但是考虑到呢 那这样一个表格好 可能会被网络的机器人滥用啊 那我们知道现在的 那spamming是非常 啊 非常 这个厉害了哈 所以 我们呢 就是采取了一种 呃 方法就是让 呃 就是你填写了这个表之后 那么系统就会发一个回直邮件啊 给你 那这里有两个好处 一个就是如果你填写的邮箱不对 那你就收不到这样一个回直邮件啊 那如果你呃 发的邮箱是对 放的邮箱是对的 你就会收到这个回直邮件 那么呢 呃 但是为了要确认是真人做的 那所以呃 要求呢 你来点击啊 这个又回直邮件的一个确认链接 你只要一点击啊 就表明你是真的收到了啊 是一个真人收到了这样一个路件 而且是亲手点击的 那这样的话 点击完之后啊 自动就会把啊 这个一个链接啊 就是下载的页面就就转到那里了 所以你就去直接 只要点击那个回直邮件的确认链接 你就可以到达下载页了啊 那么在下载页你就可以啊 这个下载了啊 那么现在的下载呢 是分呃 就是看你是在大陆 还是在大陆的外边啊 就是海外 呃 海外呢 就采取dropbox方式下载比较快捷 那么大陆呢 就用的是 我们是用的是百度云啊 放在百度云上啊 好 那就是这样啊 呃 主要是为了啊 这个就是为了 有些人想一下子下载啊 那现在的简体电子书呢 它是包含了前面的这个书的这个 呃 也就是网站的前沿 一二三的部分 还有呢 第四部分的三十四个字啊 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以后我们会调整 呃 这就是下载的页面啊 电子书下载页面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视频的页面 那这个页面呢 我们呃 实际上就是放 呃 以后啊 包括这个视频 现在正在做的视频 和以后 那么读啊 每篇文章啊 那么的视频啊 那呃 现在呢 是放的是 这个 传奇之王啊 那么 传奇之王的这个 呃 九十啊 那十一到和十二啊 这个这个四集啊 电视连戏剧啊 在这个 啊 这个视频啊 啊 那 呃 是这样的情况 那因为这些我们也是很比较喜欢的 这个视频也是帮助大家可能看完之后有很多启发啊 啊 暂时是这样 以后呢 我们 我们陆续的我们的视频多了以后就可能会把这个拿掉啊 那呃 就放我们自己读啊 汉字密码啊 速度内容的这个音频啊 视频啊 这样的情况 好 最后一部分是联系页 那联系页呢 主要是呃 呃 为了呃满足有一些人的要求 人有人看了我们的网站啊 那么也下载了电子书 觉得啊 有一些事情需要跟我们联络啊 无论是什么样的呃 事情呢 呃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呃 比较忙 刚刚开始啊 那很多的文章要呃 要整理 那么要找出错别字啊 还有这个这个台板啊 电子书的台板 总之啊 还可能考虑这个那么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事情 那么包括还有制作视频啊 总之很多事情那呃 比较忙啊 没有办法呢 立刻跟大家用其他的方式 比如Facebook啊 很多人Facebook跟我们联络 那也也没法这个实时的啊 就是用其他的方式 像微信啊QQ 那么我们就采取了 放了这样一个联系表 那只要天上啊 这样的话 嗯 我们就可以通过邮件啊 电子邮件的方式联络 电子邮件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 我们比较空闲的时间啊 那么来回复大家的邮件啊 那这样可能更好啊 那有些事情实际上啊 可能呃 呃 呃 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解决了 一定非要啊 呃 这个一对一的谈话啊 好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联系页 希望大家也可以利用啊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网站就跟大家介绍完了 但是还有一个我要说明一下 我们切块到简体 就是我们同时除了这个网站 还有我们建了一个公众微信号 叫汉字密码1 那个码是繁体的 1原因就是因为汉字密码 那个简体的汉字密码 有人用了 那就是算重了 那我们就加了一个1 那么已是区别 那有了这个微信账号 就比较方便的可以跟大陆的读者联系 让大陆读者很快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 通过微信 大家都用了微信就可以看到 那这个为此呢 就我们把这个二维码呢 放在首页的下边了 就是在这里 所以大家有微信账号的 就可以扫描这个 就进入了公众微信的账号 那么在那里我们会同步 发放跟这个网站同样的信息 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那里头只有简体了 我们就没有再发本体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网站上有一个 叫一键分享 感谢参与 这是在每一篇文章的后边 就有这么一个小部分 这里呢就是帮助大家 也是方便大家 也是帮助我们 方便大家的分享 就是把你喜欢的文章 那么分享到各个社交平台 像Facebook Twitter 那么LinkedIn Pinterest 那对于说汉语的 还有这个像豆瓣 那么这个人人 人人网 那么还有这个新浪微博 还有这个QQ的 这个叫什么 微信叫朋友圈 这个QQ的那个 相对应的那个部分 还有Line 还有Go 谷歌 Bookmark 那么Facebook Messenger Instagram 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们就选了这样一部分 实际上还有其他的平台 那么 也是可能加上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主要是鼓励大家 把这些帮助我们 把这些信息 更快的扩散出去 让更多的人 得到益处 好 那今天的网站的介绍 就跟大家 介绍完了 下次呢 我们 我就是开始 读这个 就是 开头白 开头白是分三部分 三部分 那么还有呢 那么还有呢 就是第四部分的 头十二个汉字的解析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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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